台湾人出到大陆有多震惊 弯弯同胞问 1000台币在大陆是不是很大一笔钱 来大陆出差 觉得大陆消费低 自己只用带1000台币就够消费一个月 去超市扫码支付感觉很新奇 我发现我妹只要带一部手机 然后她的包包是用来装饰而已 就身上一毛钱都不用 我在想说怎么可以不用带钱 所以我还是很担心 那我还是会她手机一打开 然后这个给她 她一罩钱就刷了 然后我完全不懂 我在想说怎么可以这么 演员被请去吃饭 被餐厅规模诊经 听说你去那边大陆吃那个吃那个餐厅就被他们吓到不行 他们餐厅是很高级是不是 我吃的地方都是高级到一个不行 上的第一道菜我是看不懂 因为他上来第一道菜是一个比价 干嘛你们要练 不好意思我们台湾来土包的没见过 你们到底怎么吃 对 发现大型机场比桃园机场大一点点 对于大陆的高铁 弯弯同胞也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 或许只有真正来到大陆 他们才能体会到大陆的优秀 而且2035年直通台北 相信到时候更多的人都能感受到我国高铁的便捷 对于大陆的优秀